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宰在北宋五位哲学家之中他是哲学思辨最强的一位 当然从哲学语句的清晰度而言 成疑是更为清晰的 张宰的哲学语言过于严密 过于收敛 想很多 但是用比较少的字数去表达它 所以常常读起来不是很顺畅 不是很容易解读 但是他的思辨的深度确实是非常深刻 比起周敦仪他处理的问题更多 更丰富 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更多 那么张宰有很多的作品 但正蒙是他最后晚年的结晶之作 针对正蒙呢 在这个明代的儒学家 至少就有两位直接针对正蒙做注解 几乎是把它奉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其中最有名的是王传山 王传山很多哲学思想 其实也是透过张宰正蒙的诠释而建立起来的 王传山的儒学理论里面 气论的色彩可以说是最重的 表示他重视经验现实世界 不抽象底空谈旋理 但是呢 这个也并不表示 理学就是抽象底空谈旋理 但总之王传山更多的从气论思维的进入 去谈他的儒学建构 对于经验现实世界 以及人伦事物的处理 人伦事物的讨论 更多的要落在实际的事工上 是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背景 所以王传山更重视气论 而气论的思维呢 在章载哲学里面 可以说是整个儒家哲学史里面 第一位最重视气概念的儒学理论家 而且是借由气概念 把儒学的理论建构到一个相当的完备的境界 那么我们说儒家的这个宇宙论 在异传的著作里面 有一些灵心的语句 那么借由阴谣阳谣 转化出来的阴阳的概念 之气的概念 或者是在董宗书 这个天有时端 阴阳五行的这些气的概念里面 已经有儒家的气论的进入的宇宙论哲学的建构 但这些都还不严密不完整 那董宗书所形成的儒家的 由气论思想为背景的宇宙论 最终诉诸一个像墨家天智的最高的这个天神 那么这条路倒并不是这个宋明儒学家所走的路 那宋明儒学家呢 把这个天智天神转换成就在张载的作品里面 转换成只是一个神话的作用 神庙的作用 那个位格性是降低的很多 那么做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处理呢 更重要其实就是要跟道教跟佛教的鬼神观 或轮回的生命观 做一个理论的区隔 可以说就是一个立场的对立 因此在张载的作品里面呢 需要有气论的思维 来建构儒家的宇宙论 以有别于道教、道家、佛教的哲学立场 在这个意义下 他有丰富的气论思维 而王传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接续了张载的气论思维的发展 但他更多地是用在这个儒家 成德之教的理论需求的理论建构上 等于说更多地关切现实世界 人文化成的事业 所以气论思维 王传生形象鲜明 就来自于张载的这个思想 正蒙作品的继承跟弘扬 而张载正蒙里面呢 有丰富的气论思维 实际上又是来自于 可以说就是庄子的哲学 所以这个儒家道家可能转换 但这个转换我们要把它说清楚 庄子有气论的思维 但庄子的气论思维跟张载的气论思维 有两点差异 第一点 庄子的气论思维呢 最终呢 还是包含了神仙思想存在的可能性 而张载的气论思维呢 恰恰是借由气论去否定 神仙存在的可能性 这我们后面理论会说 那我先说简单 简单说一下重点 就是张载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气聚而成 气散而死 这也是庄子的立场 但张载认为气一定会散 既然气一定会散 就无所谓修炼成神仙这种事情 那对庄子而言呢 这个气聚 气也会散 这是庄子的宇宙论 但是呢 人还是可以修炼成为神仙 那么修炼成为神仙 当然这个气就没有散了 更长久的时间 就在庄子的作品里面 就需要这个心灾 坐望多肢体 处聪明 这个入意不死不生 等等的功夫论 才能够达到这个神仙的境界 不过要再加说几句 就是庄仔的神仙修炼的理论 有开头没结尾 有题目 但是没有真正的扎实 详细的内涵 但是他有这样的理论立场 而且他的世界观里头是有神仙存在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正好是这一个立场 是张仔要攻击的 这是第一个 庄子的气论跟张仔的差别的所在 就是只用于经验现实世界的聚散 有无 来使用气来说它 还是使用气呢 的理论呢 却还能够包含了 这个神仙存在的理论 那这是庄子的思想 庄子跟张仔另外一个差别 就是 气聚则生 气散则死 造化对于万物的施设 是没有目的性的 所以对庄子的哲学而言 是一个 逍遥自逝 无目的 有巧妙 的造化安排而已 这是庄子的价值意识 价值立场 张仔发扬的是儒家的哲学 所以对张仔而言呢 儒家的哲学的 仁义理智的价值立场 在正文作品里面 用的比较多的是 成这个概念 成在中庸 就已经收摄了 儒家的人义理智 以及 善 加上持续不间断的 一盘 我们在讲周敦仪的时候 已经说明过 那么张仔 借由成概念的价值意识 放在他的器具 则生气散则死 明显有无的 企划宇宙论当中 成为他的价值意识的 本体论 这是儒家的立场 也就是说 在价值意识的 本体论上 这个张仔的 企论转化出来的 还是儒家的人 引致的价值意识 而庄子在 企划宇宙论的思维上 建立起来的 价值意识的 本体论呢 是逍遥自逝 无目的 有巧妙的 所以是跟儒家 不一样的 本体论的价值立场 而在企划宇宙论上 庄子的企划宇宙论 包含了神仙的存在 而张仔的企划宇宙论 恰好否定了 神仙存在的可能 所以可以说 仅仅是就经验 现实世界的存在 的有无 那么张仔完全接收了 庄子的企划宇宙论 那么另外两点呢 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跟神仙存在的世界观 是张仔跟庄子 不一样的地方 好 张仔藉由正蒙这部著作呢 建立了这个丰富的 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完整的 儒家哲学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建构呢 一方面是要为了跟道家 道教佛教 做理论的辩论 二方面呢 就是完备化儒家的哲学体系 那这个理论建构的工程呢 主要的理论材料的依据 论语很多 这个中庸 异传 很多 所以可以说中庸 异传 那论语加上一些孟子的东西 那么形成了张仔的儒学理论 重构的庞大的体系 那只有在这个宇宙论方面 这个用了庄子的企划宇宙论的 一些核心的内涵 所以一方面借由 论语孟子中庸异传 道家的庄子建构了 新的儒学理论体系 二方面在这个体系的建构的内涵里面呢 强烈的 强烈的 进行了 对抗道佛的 理论 辩证 所以因为 张仔的 那个理论的 基础 雄厚 理论的目的 明确 张仔在正门或张仔所有的作品里面 建立起来的儒家哲学理论呢 这个理论的内涵就相当的丰富 那么我自己曾经以这个四方架构谈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 宇宙论 本体论 功夫论 境界论 在这四个哲学基本问题上 张仔都有明确的命题 重要的发言 哲学的创作 所以张仔可以说是一个体系完备的这个儒家哲学家 在理论的建构上面对了一个学派理论建构的各方面的基本的这个问题 他都做了讨论 做了处理 所以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儒学理论 我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政盟里面 我认为比较核心的属于三教辩证相关的真理观 属于儒家哲学理论建构的体系的部分的文本 做一个文本的介绍 那么正门有十几篇 这个文字也很多 各篇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有一些篇章讲的是公共政策制度的 有一些篇章讲的就是针对论语的文具做一个解读 那像这些部分呢 那有一些篇章讲的就确实是属于当时的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的理论的部分 那这几个部分我就不多做介绍 首先自然科学的理论的部分 当然配合了它的企划与周论 因此就可以讲的比较清晰 但那一部分毕竟是这个自然科学的理论 那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中国自然科学 属于早期的比较素朴的这个自然科学的理论 就现代而言呢 有欣赏的意义 但是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知识参考的功能 也更如是到三教辩证的问题呢 是没有什么太直接的相关的 第二对于论语的文本解读 甚至对于易经的文本解读 这个我们在整个儒学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太多论语的文本解读 有太多易经的这个文本解读 所以我想也不用在这里再深入 我们要谈的是它藉由论语的文本解读 得出来的价值理论的立场 跟易经易传的文本解读 得出来的这个哲学命题 形成的儒学理论建构 这些材料 这些材料在其他的篇章里面说的不少 藉由这些东西去看张宰所创造的哲学理论 至于他对论语的解读 易经的解读 解读都很好 很有参考的价值 但我们现在不是要研究论语 也不是要研究这个易经 而是要研究张宰 藉由论语孟子中庸易经所建立起来的 儒学理论体系的内涵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就比较少谈一些 那么另外呢 当然还有一些属于礼仪的公共政策的 张宰呢 这个自己 这有很好的理 仁义理智的那个理 就是礼貌的那个理 礼仪的那个理 有很多这个理学的建构 他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他也就是一种公共政策 儒家价值立场为中心的社会建设 公共政策的理论 那这部分张宰在正盟呢 也有一些篇章 做了许多的发挥 这一部分呢 因为比较属于政治制度史的 这个课题 那也不是我关心的主题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 我也不多做讨论 那么就针对张宰的篇章里面 涉及第一三教辩证 第二 儒家哲学理论建构的部分 来这个进行这个介绍 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看正盟 的太和 偏 第一 好 我们看到了文字 太和所谓道 这个 道概念是一个常常看到的概念 一点都不奇怪 从老子开始 那么就看各个学派 或各个哲学家 他如何的去 这个 建构 借由道概念 来建构他的哲学体系 这个时候比较重要的概念是 这个太和这个词 张宰心目中的天地万物 是一个动态和谐的整体存在界 因为有一个动态的和谐 所以他要强调一个太和 借由太和的概念 太和是对于整体存在界的存在状态的特殊性 特征的描写 因着这样的描写 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命题 所以整体存在界呢 是有许多的动态来往 有的起伏 动静 升降 等等 浮沉等等 但是他进入了一个平衡的整体的太和 这个太和呢 更重要最后就会显现在他的 气化宇宙论的 诠释的立场上 这个立场呢 就是这个气化的宇宙论呢 是气聚之声 气散则死 但是不断的聚散 不断的聚散因此有一个整体的和谐 所以为人处事圣人就是在这个有无聚散之间呢 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价值 然后呢完成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如者的承担 这个承担就表现在社会体制 家国天下的服务的人生观 好的这个价值立场上 所以他要说一个整体的和谐 所以首先出现这个太和的概念 所以呢 那道讲的是天地万物运作的原理 这个天地万物的运作的样态 有浮沉升降动静相改 有因运相当胜负屈身 有种种这一些 其来也积为易减 其就也广大坚固 他怎么来的呢 在一些隐为的地方 但是他真实的作用 其结果呢 就落实了这个作用的效果 这样子 这个开始跟落实 创造跟完成 在易经的思想里面 其实就是钱的概念 跟坤的概念 这两个概念在做描写的 钱是一种创生的概念 坤是一种落实的概念 所以说 其之于易者前乎啊 效法于简者 坤乎 散书而可向 为气 清通而不可向 为神 就这个作用 你可以看得到的 三个大地 鸟兽 虫鱼 它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可向 是气聚成形的 而这个气聚成形 以及气散入无形 的这个变化过程呢 有一个指导的原理 清通不可向 那你看不到 为神 所以神 也可以说 是这个 大化流行的 原理 而气呢 是大化流行 落实的 现象 可以让你看到的 部分 好 而这个整体的运作 在庄子的 这个 逍遥一开就 野马野 因运野 生物之以西 相吹也 这样子 从天空中 看下来 大红鸟从空中 看下来 整个地面上 就是野马尘埃 生物之以西 这个相吹 所以就看到一个整体和谐 那借由庄子 逍遥游的文具来说 这个整体的和谐 就是一个太和的状态 太和的命题立场 所以谈 天地万物的运作 变化的原理 就是谈道 就要理解这个 有无 变化 整体和谐的 意涵 要找出来 于道者知此 为之知道 学义者见此 为之见义 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 张载介义的观念 谈 如的哲学 所以义学跟如学是二而一的 东西 那么为什么会借由 义学谈如学呢 因为当如学意识到 自己有 必须要有更多的 宇宙论跟本体论的 命题 了以后 那就必须 借由有丰富的 这个宇宙论 命题的 载体 义经 丰富的本体论 命题的载体 中庸 来谈儒家的 本体宇宙论 所以会把 义传 直接当做如学 的理论 来做诠释 跟创造 不如是 虽周公才美 其智不足 称也 语义 就是 你只有世间的 这个 才智 但你没有 哲学的 智慧 哲学的智慧呢 就是要能够 认识到 而认识到 就是认识 整体存在界 运作变化的 根本原理 而这个根本原理呢 那就是要包括 好 这个 有无 隐显 那么 合而为一 然后呢 整体 和谐 这样的 认识的高度 那这才是一个 哲学 认识的 高度 好 这是从 天地万物 运作变化的原理来讲 这就是那个 道 道讲的是 那个原理 这个原理就是 整体和谐 就用太和的概念来说 太和概念说完了以后 说太虚概念 天地万物 运作变化 有无出入 整体和谐 但是什么东西 让它在那里 有无出入呢 那就是气 气呢 聚 而有相 有形 人们可以看得到 善呢 无相 无形 人们 看不见 所以呢 讲气就要强调 它有这种 有形 无形之间的特质 而这个特质当中呢 以无形为气之本体 它自己本身是无形的 但是它是实有的存在 它是无形又实有 所以用虚这个概念 来说明它的特征 也因此就定位了它 所以我们可以说 太和是讲道 整体和谐 太虚是讲气 根本无形 但是太和跟太虚 讲气跟讲道 讲的都是什么 整体存在界 道也是整体存在界 气也是存体存在界 道讲原理 原理是气的变化 气讲存在 存在也有变化的原理 原理是道 所以太和讲道 整体存在界 太虚讲气 也是整体存在界 太和讲道 讲它整体和谐 太虚讲气 讲它本来是看不见的 气确实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天地万物 那是气 巨为有形有相 了以后 我们才看得到天地万物 而天地万物都是 是由气 聚而成型的 其聚其散 变化之客行 就是这个无形的 气 它的外在的形态 有受聚了 有受散 至近无感 性之渊源 有事有知 物交之客感而 那这个万物的变化 有一个发生变化 落实成果的原理 就是个体性的原理 个体性的原理呢 形成了人 物 山 川 山 河 大地 等等 那这个原理呢 是至近的 无感的 是落实了以后 它就不变了 落实了以后 它就不变了 意思就是说 物之所以为物 有一个客观的原理 这个原理呢 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呢 物的存在 作为气之剧的结果 它也会有气之散 它散入无形了 以后呢 这个物没了 但这个物的原理 它还是存在 还是不会改变 至近无感 性之渊源 那么 于是乎 有认识能力的存有者 人类 在这里 对于物的存在 都有进行一个认识 理解 活动 从而 怎么样 正得利用后生 离三百 未以三千 礼乐教化 人文化成 从而 利用这些东西 创造人类更好的 生命 有事有之 物交之 刻感而 当然必须它 具为有形 有相 那以后 我们来利用它 来正确地使用 它的本质 它的性 它的合理的功能 的扮演 那这就是君子 圣人 如者该做的事情 好 虽然东西呢 可以呈现为我们所用 但是东西呢 也会坏散 而变成无形 无形不是根本无 它只是看不见了 但是呢 还有其他有形的东西 就继续用其他有形的东西 就好了 可是当它变成无形了以后呢 它不是一种根本无 因为整体存在界呢 还是一个根本有 这是 儒家的立场 也是张仔为儒学 在做三教辩证的时候 找出的一个最根本 最重要的立场 就是根本有 就算物散入无形 它只是无形 它还是实有 所以呢 我们必须了解 在它有形的时候 利用它 在它无形的时候 必须知道它还是实有的 所以不要以为 山河大地是幻象 也不要以为 天地万物呢 是根本无而来的 儒家的立场 张仔的立场 天地万物是根本有而来的 就这一点呢 只有 有哲学 智慧的人 才能够理解 为尽性者 一知啊 能够统一 这个有形 无形 之间的变化 变幻 转化 的现象世界 好 天地之气 天地间 充满了气 聚而成万物 善了以后 无形 还是气 还是实有 聚善 攻取 摆脱 就是各种不同的样态 其为理也顺而不忘 它就是有它固定的道理 就是前面讲的 性之渊源 固定的道理 物之所以为物 都有它固定的原则 人之所以为人 君君臣臣 夫妇子子 也有人之所以为人 各种不同的身份 角色的扮演原理 顺而不忘 气之为物呢 散入无形 适得无体 聚为有象 不失无常 气聚形成的 山河大地 鸟兽虫鱼的东西 当它坏散了以后呢 散入无形 无形的时候呢 它还是实有 它回到 太虚无形 气之本体的 本体的状态 这样子 好 然后当它聚而成 有物 有象的时候 这个有物 有象 是什么物就有什么物的功能 什么象就有什么象的形态 聚为有象 不失无常 意思就是要说 天地万物的存在 都是实在的 而且合理的 而且有特定的角色 目的 功能的 树木 植物 动物 矿物 人类 家 国 天下 都是有它明确的特定的目的 以及角色功能 等 太虚不能无气 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 太虚不能无气 太虚本来就是讲气的存在 讲整体的气的存在 的无形的本体 但它也会聚而为有形的天地万物 这样子 所以气不能不聚为万物 但请注意 万物又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万物就是三个大地 鸟兽 虫一样 所以万物有时候会坏掉 坏掉以后 另外一个地方又起来 如此而已 寻世出入 世界不得已而然 不得已而然 就是它一定会这样 一定会有无影险 聚生散死 圣人尽到期间 有我啦 好好好 这个践行 然后呢 时候 回入这个 天地 造化之间 留下乾坤的亲民 领域 在人间 圣人尽到期间 坚体 不是不易啊 坚体不累者 坚体而不累者 好 坚体而不累者 就是不会受到拖累 受到什么拖累呢 就活着不想死 想吃更好的东西 就吃了生病 就透过身体存在的 欲望的需求 而不知道去做 更重要有意义的事情 这就受到拖累了 存神其至义 能够不受到拖累 那就是能够掌握 这个运作变化的原则 这才能够成为圣人 好 有一些不同的学派 在这个问题上 没看对 看错了 比于极灭者 往而不返 这讲的是佛教 原始佛教 讲入涅槃 这样子 这讲的是 修行者的入涅槃 不过原始佛教 讲的山河大地呢 根本上也是幻化的 所以呢 张宰在这个地方 对于这个佛教 就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认识 就是佛教认为 山河大地呢 最终是幻化的 所以极灭往而不返了 人的生命呢 死了 然后呢 这个入涅槃了 是往而不返 对张宰而言呢 并没有一个灵魂的观念 也没有阿赖耶稣的观念 但就是人的身体物质所聚的这个东西 有一个感官知觉的能力 但人死亡以后 我们的肉体变成了气 就还诸天地之间 只是无形而已 以后又会聚成别人的这个什么东西 像庄子所讲的 以后呢 变成这个胡萝卜 胡萝卜又被兔子吃掉 兔子又被老虎吃掉 老虎又死了 然后又长出一棵树等等 在循环的这个变化当中 所以不会往而不返 但是呢 张宰讲的 不会往而不返 那返回来以后呢 返回来以后 并不是佛教的轮回观 陈一就在这个地方 有点批评张宰 你这个有点佛教的轮回观 那其实张宰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儒家从头到尾 都没有这一个轮回的这个观念 好 所以这个呢 是批评佛教 下一句呢 是批评神仙道教 寻生只有者物而不化 就活着的生命 就不想让这个生命死亡 要追求长生不死 张宰批评 这是物而不化 张宰认为不可能长生不死 因为气不能 万物不能不散而为胎虚 因为万物不能不散而为胎虚 所以呢 没有中间给你一段留在那里 始终不坏掉的可能 这样 活个这个一百多岁 极限 二者最有建议 就是佛跟道 虽然表面差别 表面有差异 但是呢 他们讲的都是不对的 言乎诗道则君 他们两个都是 这个 诗道的 都是有所 下面这一段呢 聚义无体 善义无体 知死之不亡也 天不言而四十行 圣人神道社教 而天下独 乘于此 动于彼 神之道语 天不言 不断的变化 圣人呢 借由这一个 天道的变化 这是 荀子的话 神道社教 给他一个 这个神庙的意 让百姓能够接受 但根本而言呢 张宰这边的 神道社教的神呢 其实不是宗教 民族意义的神 而是作用神庙的神 所以借由价值意识 去善待天地万物 善待家国天下 所有的人 而把事业做成功 而神庙的落实 神庙的变化 事业做成功了 百姓蒙其力 因而叫做天下 乘于此 动于彼 神之道语 激动于彼 成动于此 这是周杉英讲的话 张宰这话也很类似 从于此 我们心念一动 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 就立刻去做 做了以后呢 有效果 叫做神之道 神就是神庙 神庙 就是落实了 有效果 天不言而信 神不怒而微 成故信 无私事故为 这就是在讲 这个功夫修养论 天呢 它的作用 持续不间断 非常守信用 永恒不间断 这是成的意涵 单纯的善念 持续不间断 因为持续不间断 所以他守信用 所以他实实在在的 做他本身的事情 神不怒而微 这个作用的这个原理呢 不是一个位格神的意义 是一个作用 有效果的意义 好像一个天道 所以这个作用有效果呢 因为有效果 所以他说话算话 所以他不怒而微 这样 但这不能够解释成一个位格神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张仔就是明显的要 去取消掉 庄子的神仙思想 庄生谬望 又未有神人之焉 所以张仔的这个神概念呢 主要还是一个神庙的作用 天道的神庙的作用 好 成故信 无私故为 所以就是持续不间断 所以守信用 都是利他的 而且有效果 所以呢 而且是利天下人的 不是利某一个特定的小团体的 所以对任何一个人呢 都会对他产生一种 威严 威信 这个崇敬的感觉 天之不测之为神 天之不测为神 神而有偿为天 所以这边讲神 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 但他就是做到 所以我说这个神 一直是神庙的意思 因为他真的能够做到 所以呢 你对他有所敬畏 神不怒而微 但他怎么做的你不知道 不过他怎么做的 你真的不知道吗 圣人就知道 但是圣人做的很特别吗 其实不是 圣人只不过是诚意而已 持续不间断而已 一般人就是因为 不能够持续不间断 诚恳不够 所以效果出不来 所以看到人家效果出来 就觉得哇好神妙 觉得圣人哇好神妙 但是圣人所作所为呢 其实都是一般人可以做 只不过圣人持续不间断而已 那个效果就会出来 天道其实就是这样 持续不间断 效果就会出来 神而有偿为天 持续不间断 效果会出来 这就是天道的作为 孕月无形之为道 行而下者 不足以言之啊 这个万物的变化 那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背后有一个原理是无形 你只看到有形的现象 不能够体会那个无形的原理呢 那你就没有办法掌握这一切 那那个原理呢 就是圣人体会天道的持续不间断的单纯的善意 就是那个成 就是让事业可以成功 好在圣人这一边 让万物可以欣欣向荣 这是在大自然造化天道的这一边 好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优 天道也 圣不可知也 无形之妙非有形所及也 天道呢 生生不已啊 天地之大得月生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不管你圣人怎么样 大自然的造化永恒如此 圣人呢 意识到就体会 就效法 然后就实践 最后落实了 也能够得天 圣因为落实得天 圣的这个效果 老百姓做不来 所以说不可知 就是他没有什么私心 他没有眼前的短暂的单纯的有限的目的 所以对于这些作为呢 是无形之妙非有形所及 不是我一定要做到这个 然后让你感谢我 我没有那样的一种这个有限的这个 没有那样一种有限的这个欲求 所以呢 是无私心的单纯的善念 因为单纯 所以说无心 无心是无私心 非有心所及 非有其他的私人的目的 可以达到的 所以无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 这都是讲的 圣人效法天道的持续不间断的作用 而达到的境界 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四篇 神话篇 这既是讲天道变化的神妙 又是讲圣人效法天道的作用的神话 神天德化天道 德其体道其用 异于气而已 反正一切都是这个气 从存在的角度一切都是气 从存在的作用的角度呢 说的就是道 这样 那现在多了一个德字 配合的道字的使用 其实说的都是原理 好 这话就很抽象了 神天德化天道 德其体道其用 异于气而已 我觉得章仔这边就是话说的太跳跃 我们没有必要跟着他 这个太细节的 通通把它补起来 要补很多的 神无方 亦无体 这个异传里面的话 大且一而一而 效果广大 目标专一 效果一定会出来 然后呢 没有被限制在哪里 所以神无方 好 然后呢 天地万物都是他的显现 所以亦无体 虚名照见神之名 什么事情都明明白白 无远近忧生利用出入 神之充色无间义 就是圣人体会天道 治理天下的作用 就是这样 也可以说是 天道自己创生天地万物 四十行焉百物生焉 是这样 所以这里头既可以讲本体宇宙论 又可以讲本体功夫论 本体宇宙论是就造化天道来说的 作用于天地万物 整体存在界 本体功夫论呢 是就什么 圣人来说的 圣人守这个价值意识的本体 持续不间断的作用 达到了天下太平 天下大致的效果 天下太平 天下大致就是儒家的目的 儒家的目标 儒家的理论最终的目的 儒家的理想 而这样的一个理想呢 背后儒家给自己理由 认为那就是天道 所以现在对天道进行描写 但对天道所进行的 描写的语句呢 同样可以转化为 对圣人的作用的 描写的语句 讲天道跟讲圣人 会是同样的语句 讲天道的时候是行上学 讲圣人的时候呢 是境界论 所以在儒家呢 境界论跟行上学 常常会混在一起 鬼神 往来屈身之意 天曰神 地曰旗 人曰鬼 神奇者归之始 归王者来之终啊 这就是最明确的 把鬼神 转化 他的 民俗宗教意义 成为气的阴队 成为气的阴阳作用的原因 往来屈身 所以天呢 那地曰旗 人曰旗 鬼就是归 神奇者归之始 归王者来之终啊 那这就是借由天神 地旗 地旨 人鬼 来说鬼神概念的意思 鬼神 圣读 你就会好善 好名 好胜 好为人师 或根本就为恶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当场为恶 好 那就被人家惩罚 那么 有人看到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收敛 不为恶 可是呢 换一个场合 虽然有人看到 可能就收敛不了了 那怎么样来练功夫呢 那就是在 平常的时候 没有人看到的时候 你就要练功夫 所以精子虽处 忧毒防御不信 没有人看到的时候 我也要自己要求自己 那么有人看到的时候呢 那更加强烈的约束力量 我就不会为恶了 所以 没人看到的时候 一更要做功夫 因为那个恶念呢 他一直会跑出来 鬼神常不死 心中幽影的恶念会跑出来 你很难掩藏得住他 然后呢 只要那个东西还存在 在众人面前呢 你也会泄露 人有事情在以为 一定趁机给你显现出来 那时候 就挡不住了 就丢脸了 就受惩罚了 所以呢 平常没有人看到的时候 就要做功夫的好实际 除忧毒防御不信 神话者天之良能 非人能 大而为天德 然后能穷神之化 这已经讲到圣人的境界 好 前面那一段呢 是讲这个功夫论 这样子 好 神话者天之良能 非人能 这个 圣人 作用 效果落实 天下太平 这个不是还夹杂着 鬼神的 隐恶的念头 的人欲的境界 能做到的 这一定要 神天德 化天道 到天德 天道的境界 才能够做成 所以叫天之良能 非人能 但人 人具不具备天之良能呢 人当人具备天之良能 孟子就讲 良知良能 我故有之 所以良知良能 本来是人的东西 但人里面还有什么 多了一个人欲 那人欲怎么跑出来的呢 而目口鼻之欲 这个四体 形体 因为有了身体 营生的需求 有时候就会过度 过度呢 你这个良知良能呢 就泯灭了 所以这种人欲过度呢 就是人了 你要做到神话 就是治理天下 达到效果 你那个人欲要完全消灭 好 你那个良知良能 要完全呈现 所以这段讲的还是人了 大而畏天德 然后能穷神之化 一个人修养了境界 达到圣人的境界 跟天道天德的作用 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完全一直没有任何 隐为的思念 那么 私欲 那么你做事情就真正 能够有效果 穷神之化 这边都是讲圣人的境界 大可为 大而化 不可为 在数而已 你 细魄很大 理想很高远 落实 但是呢 效果呢 就实践 但是效果 是不是一定能够 落实呈现呢 那不一定 理想可以很大 那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伟大的呈现呢 不一定 所以就大可为 大而化 不可为 就是你能够努力的 只是圣人本分的 这一部分 外在世界 天下 天地万物的 客观现实的效果呢 要他自己出来 大而化 不可为 不是你说到 做到 然后他就会呈现 那一个万民 分腾 这万众欢腾 百姓风衣足食的景象 那个景象 也不是不会出来 他会出来 但是要什么 条件完全成熟 所以不是你今天做 明天就会有效果 你今天做 操制在我 明天会有效果 操制在客观环境的 整体的成长的本身 所以他需要一个阶段 再熟而已 所以我说张仔的句子 太跳跃了 但他讲的东西呢 不是没有道理 那你必须把它补起来 那这就是我们做 中国哲学研究的人的 文本解读的功力 意味穷神之化 得胜人手之志 异传里面所讲的 穷神之化 你做事都有效果 非常的神妙 一般人不理解 觉得你太神了 所以你掌握变化 关键之道 持续不间断 又单纯的善意 没有私心效果 才真的能够出得来 效果出得来 就是条件完全成熟 得胜 才会有人熟 得胜就是我们自己的 付出可为的部分 至于人熟 是要讲那个效果的 不可为 让他自己呈现 董仲书就说 意内人外 国君做 有道德的事情 叫做意 决定于自己 但是百姓是否 这个过好的生活 才能够决定 国君是不是一个民君 是不是一个 有人德的国君 一个有人德的国君 是百姓真的被照顾 过好的生活 对人外 就人得决定于 人民 有没有封一祖使 董仲书这个意内人外 跟孟子的仁义内在 跟告子的人内意外 刚好都不一样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这三个都对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 他们面对的是 不同的问题 好 这边讲人熟 这边讲天之良能 非人能 好 所以呢 难道是跟孟子的意见 不一样吗 当然也不是跟孟子的意见 不一样 就张仔在面对 不同的问题 所以话这样 天之良能 就是我这两个 但是人呢 还有私欲人心在 人欲在 这边讲人能 讲的是人欲 好 没有了人欲得胜 但是呢 外在的效果呢 还让他 还得让他自己长大 所以叫做人熟 非智力能强 我不能强迫 今天你们就幸福快乐 好 而是我如此真诚地 善待你们 经过了相当的时日 洗涤了你们过去的 受伤害的心灵 那个不信任感 完全化解掉了 所以呢 相信自己现在是安全的 也确实过了 丰衣足时的良好的生活 那人民才真正的相信 不是你一天的好的政策 就要强迫人民 承认这样子 智力 非智力 能强以 大而化之 能不免而大以 不以而天 则不测而神以 不勉强而自然的 那个大的效果出现 持续不间断 叫做不以 而跟天道的意志一样 那么你的效果 就一定能够出得来 这都是讲圣人的境界 当然是连着功夫论讲的 圣人的境界 大则不交 化则不练 大就是你的利益要高 理想要大 所以呢天下人跟我是一体 都是我服务的对象 所以他们就是我自己 所以没有我高人一等的 交气 为百姓服务 为天下服务 产生了效果 效果就是创造的资源 为百姓所用 那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不令 不可能令 不可能舍不得 把你创造出来的资源 给百姓使用 你创造资源的目的 就是要给百姓使用 百姓使用到你创造的资源 就是这个效果落实了 就是化 所以在化的时候呢 不会舍不得自己创造的资源 认为天下的东西都是我的 你们都得感谢我 那这个就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了 所以那个境界要怎么样 要无我 无我而厚大 无我就是无私心 无私欲 无私心 无私欲 老子就已经讲得很透彻 所以呢 老子哲学呢 跟儒家哲学 根本就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哲学 常常是儒者自己误解了 好 无我 就是无私心 跟老子讲的无为 完全是同样的意思 你的境界就高了 太上不知有知啊 百姓都不知道有你的存在 这就是你做到了 无我 你这个效果就是最大 工程四岁 身退 百姓皆为我自然 人民都觉得以为是自己造成的 所以为自己努力 心甘情愿 乐此不疲 其结果呢 天下大祭 这就是你作为圣人 最重要的理想 目标 能够如此达成 关键就是无 就是无私心 就是无为 所以效果完全显现 大成性而后圣 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圣为天德不可治 知为神 那么 就达到了这个天德的境界 那么 就是很神妙 神也者 圣而不可知 所以用 圣人的 这种境界 百姓达不到 所以认为不可知 的这种圣人的境界 来说圣人 那这就是一个 神妙的意思 好 精益入神 穷神之化 这个做一些文具的解读 事欲无内 求力无外 就是好好想 然后认真做 然后效果落实 利用安身 树立无外 滞养无内 正德利用 后生 正德利用后生 希望品德 利用天地万物的资源 创造出良好的家园 良好的社区 照顾我 我的家人 我的国人 树立无外 滞养无内 穷神之化 这个认真的做 效果显现 养胜自治 非思免之能强 就是 你有修养 你为百姓服务 然后呢 持续不间断 效果最后出来了 不是能够勉强来的 从德而外呢 君子或为智之也 除了从德 没有别的事情 就是从德 从德是什么 就是希望品德 希望品德 就是为百姓服务 一心一意 为百姓服务 没有慈心 生不可置私 存焉可也 不是你在这边 能够机关算尽 能够打打算盘 没那回事 你就是 只是存养而已 这个 陈浩就说 学者去先试人 狗试的人体 以成尽存知而已 不思防茧 不思穷所 不需防茧 不需穷所 以成 这个存知而已 就是这边讲的 存焉 没有什么好计算 没有什么好打算盘 就单纯的善念 单纯的善念 持续的做如此而已 话不可助长 顺焉可以 不要厌苗助长 那是不可以的 就是你不要去妄图效果 必有誓言 你每天做 你该做的事情 不要妄图效果 不要去助长 存虚名 久至得 顺变化 达时钟 人之志 亦之尽 就是单纯的善念 持续的做 每一次做都准确 这就是你的 人志 亦尽 智慧之商 不舍而寄其善 然后可以成人 信 持续不间断的 不断的做 人之所以为人的 精彩典范 就能够建立起来了 圣不可知啊 天得良能 立心求知 不可得而知之啊 是单纯 无私心 而不是在那里 打算盘计算 打算盘计算呢 你是不可能达到 那个境界的 圣不可知 为神 装生 灭望 又未有神人 所以我要强调 张仔的神概念的使用 都是落实 有效果 产生变化 而不是鬼神 神仙 意义的神 所以这边讲 说装子 胡说 好 已经这个 一个半小时了 所以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好 我们 接着继续讲 张仔正文 我们进入到 动物篇第五 动物篇 非常有趣 张仔 借由 企划宇宙论 谈生命 谈动物的生命 也谈植物的生命 谈生物的生命 谈生命呢 是宇宙论的课题 所以必须要借由 企划宇宙论 才能够讲得清楚 这一部分的思考呢 在先情如雪 可以说是 没有什么讨论的 那么周顿 以五性感动而善恶分 人得其秀而醉零 从太极阴阳五行 讲下来 讲到人的存在 这也是宇宙论进入的 讲人的存在 那么张仔有 企划的宇宙论 所以呢 可以讲 动物 植物的生命的存在 总之呢 讲生命的现象 的部分呢 是一个宇宙论的课题 所以从宇宙论的进入来说 是一个准确的进入 但儒家要谈生命 重点 还不是谈这个 有形的肉体 感官知觉的生命 重点还是要谈 它的目的 意义 价值 那这是本体论的部分 孔子孟子 在本体论的部分 强调的多 那这也是儒家 之所以为儒家的 理论的核心的重点 但是为了跟道佛 做理论辩争 那么对于 生命的现象的宇宙论 进入的讨论呢 也还是必须进行的 动物篇就是这样的一个脉络 好 我们看 动物本诸天 这个以呼吸 为聚散之鉴 植物本诸地 以阴阳升降 为聚散之鉴 那么 这本诸天讲的是 太虚无形 弃之本体 所以呢 这个 人在天地之间 在大地之上 直立起来 为人了以后呢 人的成长 就慢慢长大 慢慢长大 除了呼吸以外 还有食物了 所以 但张宰就简单的说 其实他忽略了 这个食物的部分 食物的部分呢 那其实跟植物也是一样 从地上 吸取养分 然后呢 当人成长以后呢 这个吸取养分 就是维持营生就好 但是呢 活下去呢 必须呼吸 就叫以呼吸 以为聚散之鉴 其实他忽略了 这个吸取地上的养分的这一部分 这也不是很完整的一个陈述 但做一个对比吧 植物呢 就种在地上 也不能够行动 但是不断地从地上 地下 吸取养分 所以以阴阳升降 为聚散之鉴 慢慢的长高 长大 那最后失去了功能 就枯萎了 那又变成了泥土 这样子 所以动物跟植物呢 来自于天地 不管是地上的这个 养分阴阳 还是空中的这个空气 这个呼吸 其实都来自于气质本体 吾之粗生 气日至而之喜 一直吸气或者吸养分 而慢慢长大 物生既营 长到了成熟了以后呢 不会再长了 气日反而游散了 所以人呢 到了中年以后 体力就开始渐消了 气日反而游散 自知为神 就是长大的阶段 就是神 这又是要干嘛 又要取消鬼神概念的 民俗意跟宗教意 以其生也 反之为鬼 以其归也 人过了中年以后 而身体慢慢的衰落下去 最后进入死亡的阶段 就反之为鬼 所以这一个善的过程 就是归的过程 所以是一个因的作用 因的作用就是鬼 鬼就是因的作用 所以鬼不是宗教民俗意义的鬼 归就是归的作用 成长的过程慢慢长大 慢慢强壮 慢慢生长 这就是生 生就是神 所以神呢 不是玉皇大帝 不是城皇爷 土地公 妈祖等等 这个民俗宗教意义的神 而是成长 生也就是羊的作用 所以我们再次强调 张载借由阴阳作用 来说鬼神的概念 取消了民俗意义的鬼神 好 虽然如此呢 我们一般对于民俗意义的鬼神 还是有他尝试的认知 这个尝试认知在下面这一句 很重要 那么这个思想呢 其实在这个淮南子 就已经有这样的这个句子出现了 气于人 生而不离 人活着一定有气 我们的身体是气去承行 我们持续活下去要呼吸 所以始终离不开气 死而犹散 未魂 聚成行之 死而不善 未破 这两句话在朱熹的作品里头 也出现过 但是张载跟朱熹 谈这两句话的目的 不是为了去说鬼的存在 那什么是鬼呢 鬼就是这边讲的这个魂 魂的意思是 死了以后 气是轻轻上扬于天 纵着下降于地是破 上扬于天是魂 所以也用魂魄的概念去说 人死后的气存在的状态 人死后呢 尸体就是这个魄 死而不善 死而不善 只是暂时的最后尸体呢 你就算不火化 不埋在土里头 你放在地上 久了 这个尸体也会完全没有掉 它变成这个骨头 骨头呢 也会化成这个粉末 你不去动它 最后还是会化成这个粉末 回到大自然之间呢 所以死而不善 只是暂时的这个尸体 叫做破这样子 那我们店里面有僵尸片 就是这个尸体 那什么叫做魂呢 死而由善 这个怀男子就讲 气质轻轻上扬于天 众着下降于地 轻轻上扬于天呢 就是这个魂 所以魂其实就是我们平常 所讲的这个鬼 你看不见它 因为它是这个轻的气上扬于天 那么章在这边讲说 死而由善 就是死亡的那一刻 魂往天上走了 散掉 破呢 就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暂时不善 但是久了以后呢 破也会善 魂也会善 朱熹就在这里做了一个讨论 死而上扬于天的 看不见的那一个气 叫做魂 也就是一般所讲的鬼 这样子 就人在这个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你搞不好会看见鬼 做梦会梦见鬼 或怎么样的 然后呢 人如果身体这个很强壮 结果意外突然而死 好 那么你的这个轻轻上扬于天的这个魂 这个有时候也会比较容易被人家看见 但是无论如何 轻轻上扬于天的这个魂 久了也是会散 但你如果是 朱熹讲你说你像道佛这个常常练气功打坐养生 死了以后轻轻上扬于天的这个魂呢 会持续比较久一点 但最后还是会散掉 所以有一些庙一开始很灵 后来就不灵了 好 张仔也好 朱熹也好 这样的讲法 反而给了 鬼的存在 一个宇宙论的战时性的存在地位 虽然不是永恒性的存在地位 从这个佛教哲学的角度呢 那么阿赖也是中阴生还会再去轮回投胎受生 不断的在六道轮回不一 那么就包含了这个魂的这个观念 只不过呢 他还有一个位格的统一性 只是迷雾之间而已 所以在六道之间呢 在宇宙天地之间不断的轮回 那么在儒家呢 没有这种轮回的观念 那儒家也知道有所谓民俗意义的鬼 而这个鬼呢 就给他一个宇宙论的气存在的一个战时的存在的定位 张仔说的比较快 死而由善就为魂 那就散掉了 那就没有了 散掉就没有那个位格的统一性 那朱熙是说 其实心经上扬于天为魂 这个魂呢 有一个战时性的存在 那因着人们的状况的不同 这个战时性的存在呢 还有九战之比 但不管是九还是战 最后呢 他也会散掉 所以没有一个位格统一性 所以没有鬼这种事情 所以不必去拜鬼 不必去这个庙里头拜拜 然后问这些死了以后 变成鬼魂的这些所谓的神啊 或者是鬼啊等等 那这是儒家的立场 那儒家这个立场呢 就是要破除灵性的立场 好 那这个 所以张仔就借由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去破除道教的鬼神观 就这个意思 好 但至于尸体的部分呢 大家都知道尸体最后会散掉 所以我们谈的鬼神 不是讲尸体的这一部分 而讲人死后呢 不是尸体的那部分 轻轻上扬于天的 那个魂的部分 那个鬼魂的部分 那一般道教就会认为 他可能会长久的存在 永恒的存在 那生前呢 缩养得好 就死后变成神仙 生前缩养得不好 就死后变成这个恶鬼 地狱里头受苦 那道教这个观念呢 系统太多也不清楚 那佛教的这个观念呢 就比较清楚 六道里面呢 地狱恶鬼 这个就是那个鬼去的地方 那畜生是投胎变成的畜生 或者呢 在人间投胎 然后呢 命运更好 或者呢 甚至上升天道 有更好的如报 但即便如此 不管是天还是人 地狱恶鬼畜生 都还会有这个业力结束 再度转生的可能 所以始终有一个 为个同一性 变成永恒不死了 那虽然永恒不死呢 这三个大地呢 跟人的暂时的存在的 现象的状态 其实都是暂时 所以呢 都不需要执着 因为执着 所以要告诉你 不要执着 所以说那个现象世界 是虚幻的 不要执着 而不是没有那个现象世界 而不是没有你这个六道的 暂时性的存在的样态 而是说一个永恒的 终极的生命的样态 应该是一个 没有执着的智慧的状态 然后呢 你周游与三界之间呢 甚至呢 协助其他的执着的众生呢 去破除这个执着 获得自在 因为执着就会受苦 生命本质就是苦 在六道轮回当中 就是一个苦的生命 那佛教的不同的理论 那在儒家呢 没那么复杂的理论 反正死了就没了 但是有一个暂时的 魂魄的差别 张仔这句话呢 讲鬼的部分的那个魂呢 就说它散掉 那朱熹呢 讲鬼的部分的这个魂呢 会有一个暂时性的存在 但是最终也是会散掉 这是张仔跟朱熹一致的一个立场 借由企划宇宙论 去跟鬼神观做一个 宇宙论的知识立场的辩论 好 对于宇宙论的知识立场 可以靠辩论吗 就跟科学 科学不间断的 无穷的发现 新的这个普遍原理 然后可以创造各种的科技 我们现在科技跟古代的科技 简直是这个下从不可与兵 古代人无法想象 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成果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宇宙论的知识呢 其实就是有待开发 不断的去发现 那么道教跟佛教在这一部分呢 就开发的多 发现的多 儒家呢 价值意识的方向根本不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给 简单给他做一个理论的安排 定位人死以后 最多有一个战时性的鬼魂 最后也会散掉 重点是人活着的时候 要做什么 圣人进到不累期间呢 重点是活着的时候要做什么 这才是儒家的价值 所以去追求一个永生不死的这个神 神仙的境界 那这不是儒家的立场 是道家的立场 那张载能够否定道家的这个立场 关键在于他的气化宇宙论 弃于人生而不离 是因为你生的时候 死了以后呢 就散掉了 不管是魂也会散 魄也会散 散掉以后呢 就没有这个人格同一性 没有人格同一性 你就跟天地万物是一体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 反生而成天地万物被与我 我们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这是儒家的这个立场 就把自己跟天地万物当成一体 而没有一个死后的自我生命的魏格同一性 这样子来谈三教的鬼神观的辩证 好 有习者 应该是根于天了 不是根放天 怎么这么多错词 有习者根于天 就是我有 好 有习者根于天 不习者根于地 好 那不呼吸的 就是接收的地上的养分 讲的是植物 根于天者不治于用 根于地者治于方 只动之之分也 根于天者你就可以走来走去 根于地者呢 就受限在哪一块土地 就不能动 就这样子 动物跟植物的区别 凡物能相赶者 鬼神失受之性也 不能赶者 鬼神一体之而化 这个时候说讲的鬼神 其实就只是阴阳二气了 所以能够互动 就是因为阴阳二气的交感 不能互动的话 好像总的就是说 这个植物不能互动 其实植物也不是不能够互动 动物当然很明显的可以互动 虽然不能互动呢 阴阳之气也是照顾你 也是对你产生这个造化 因为从地上吸取养分 那么阴阳之气呢 也是来照顾你 总之呢 张仔不让鬼神变成 民俗宗教意义的鬼神 这是阴阳气化 而已 好 生 行气相扎而成啊 现在我讲话有声音 是因为我这个腹腔的这个气 透过我的口腔 然后呢 某种角度 所以形成某种声音 或者我们听风的声音 风本来是没有声音的 装子就是这样 天籃 天籃是没有声音的 你听到了风的声音都是 风吹到了岩石 洞穴 树木 这个树叶 造成的声音 所以是行跟气相扎而成 两气呢 鼓雷 鼓响 雷声之类呀 声音是人的声音 那人制造的声音 或者是动物制造的声音 都是有这个物体的 有形成物质体的 东西的声音 所以风声 这个风 就是海啸的声音 也是有水跟空气 撞击的声音 人唱歌 人的声音 也是气跟行 但是还有一种声音 是气跟气碰在一起的 鼓响雷声之类呀 雷声就是阴阳焦电 棒 那样子 所以气跟气碰在一起 那两行呢 那就是敲锣打鼓 就行跟行碰在一起 俘古扣级之类 这个就是一个把我们先 尝试里面本来就知道的事情 藉由这个这样的一个 行气的关系来说明 声音的形成 好 这个 两行都是有形体的物质 蹦蹦蹦 敲锣打鼓 行杂气 有物的 有形体的东西 在空中穿过 雨扇 这个耗时之类呀 射箭的时候 箭从空中过去 那那个羽毛在空中打过 那可能会有一些声音 气闸行呢 是我们吹消 我们这个吹底 人生生皇之类 张仔这边做的非常有趣的分类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知识意义 好 世界物感之良能 人皆习之而不察 者 确实我们习而不察 但张仔这样一讲呢 也很蛮有道理 也确实如他所说的这样 行杂气 以气杂行 两行两气 行气相杂 有种种不同类型的声音 非常有趣 好 成名篇第六 在这里谈的呢 就是这个功夫论 这个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转换成的本体功夫论 好 成名所知 天德良知 非文健小知 成是天德 天道的价值意识 这个天道的价值意识呢 谈的是什么 生命存在的意义 天地万物存在的意义 人活着的意义 而不是呢 我们为了迎生而以 照顾自己的生命 然后呢 获得一些知识 然后去利益自己 而不管天地 所以呢 我们利用天地万物的资源 然后创造出 大家共同使用的资源 这才是这个君子圣人之道 那就是用天道的成 作为我们的价值原理 而不是我们只顾自己的利益 文健小知 那就是耳目口鼻之欲 只顾自己的 营生的维护 耳目口鼻之欲 好 张宰真就慢慢建立了 这个文健之知 与天德良知的区别 对知见呢 有两类 一类呢 是没有价值意涵的 单纯的文健之知 另外一类呢 是生命的意义 道德的目标的天德良知 那这两种知识呢 就是人类生活世界里面有的知识 那文健之知呢 也不是恶 文健之知呢 缺乏了价值意识 所以我们要天德良知 来指导文健之知 天人易用不足以言成 就人活着 你的生命要追求天道的理想 这样你才叫做一个 成者天之道 成知者人之道 才过的是真正的人之道 而这个人之道呢 是跟天道合一的 所以不要易用 不要意知 意知不足以尽力 就是你的认识是非常有限 就你要像哲学家一样 认识到天地万物存在的意义跟目的 而使得自己的生命呢 也呈现这个意义 这个意义讲的最简单 就是服务的人生观 儒家的立场 所以成名 信与天道 不见乎小大之别 这个自成名 了解天德良知 然后呢 照顾天地万物 使天地万物为一体 所以没有小大之别 不会去侵蚀别人 不会去伤害别人 这样 大家都是一体 意命合一 成乎理 人质合一 成乎圣 动静合一 成乎成 阴阳合一 成乎道 信与天道 合一 成乎成 张宰这种句子很多 跳跃性非常的高 好 理呢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面对不同的环境状态 做出事与而相应的行为 均均成成 富富之子 这就是义 生命在不同的状态 恰当的行为 一个一个都是义 合一 合理的 人质合一 成乎圣 这个一个一个的相应的理 我们都把它做出来 而且做对 做的巧妙 做的有结果 有效的就是智 为什么愿意去做呢 立他的人生观 服务的人生观 普遍无私的 对天下的关爱 就是人 所以普遍无私的关爱 有智慧 有巧妙的落实 一定能够做成功 这是圣人的境界 圣人的境界呢 一切行为是合一的 动静是合一的 所以呢 你觉得非常的高妙 高明 神妙 这样子 那圣人是如此 其实天地万物 也是如此 天道大化流行 阴阳造化 阴阳之味道 这是异传里面的话 所以阴阳合一 成乎道 这个成乎道呢 其实就是 借由道 借由阴阳 把道给彰显出来 借由动静合一 让我们感受到神庙 这样子 在人质的作用上 呈现了圣人的境界 在异命的落实上 落实了天地万物之意 信与天道 何一 存于成啊 天道的作用的根本 单纯善念 持续不间断 就是成的意涵 好 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 乃所谓成 长久不已 持续不间断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甚至跟一般人 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他能够 持续不间断 人人孝子 所以是天成生 只不过是 不以于人孝 就是在人跟孝上呢 不停止 一辈子 敬人 敬孝 那这就是人人孝子 做到了 是天成生 就是 心中有天道 然后呢 以天道作为 人生的意义跟目标 然后我们 诚诚恳恳的去做 那就是对百姓人 对父母孝 故君子成之为贵 成就是对天道的成 对天道的成就落实在 对百姓 对众人 以及对家人 对父母的善待之 而且是始终不间断的 成有事物 则有中有始 伪实不有 何中之有 故曰 不成无物 不成无物的意思是 你不认真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不会被完成 没有诚意 什么事业都出不来 不成无物 天道有了天地万物 那就是天道 真的春生下长 秋收冬场 一年世纪 亘古无穷 虽有天地 有万物 如果天道 不是这种持续不间断的作用的话 天地毁啊 乾坤毁啊 这样就无物了 对人 学习天道 也是这样子 因为你诚恳的 所以才有家 诚恳的 所以才有社团 诚恳的 所以才有政党 才有国家 才有国际的秩序 才有事业 才有公司 好 等等的 存有事物 那么 持续不间断 有中有始 不要在那里虚伪 造假 事情做不出来 自名成 穷理尽心 自成名 尽性而穷理 好 理解 终极的价值 落实在生命上 所以 藉由理解而实践 自名成 自成名 尽性而穷理 已经意志坚定地 这个 呈现这个价值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自然会有巧妙 会有智慧 自成名 由尽性而穷理 性者万物之一源 非有我之得思也 所以 个体的性命 的真正的意涵 就是 个体跟天地万物 是一体 所以讲 个体的性命 就要理解 它跟天地万物是一体 所以叫做万物一源 同一个根源 非有我之得思也 我能够形成我的生命 那也是泥土给我的 食物给我的 父母给我的 所以我跟 万物 跟众人 跟家人 都是一体 非有我之得思 我死亡了以后 回归造化 又变成天地万物 本来就是一体 我不能够独占我自己 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的 生命的存在 要为天下人所用 非有我之得思 这是一种价值意识的 定位 或者是一种选择 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才是大人 为大人能尽其道 事故 利必俱利 知必周知 爱必兼爱 利人利己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知所欲 施之于人 利必俱利 知必周知 爱必兼爱 成不独成 这就是人者 与天地万物 为一体的意思 这个 彼自弼色 而不知顺无理者 这应该是彼 不会是批吧 彼自弼色 而不知顺无理者 则亦莫如之何以 就是你自己把自己 陷在个人的私利上 没有办法顺天理 那别人对你也没什么办法了 你本来不需要这样子的 这个 但你自己 限制在那个地方 天所信者通缉于道 你有你的本性 但你的本性来自天 所以是跟天道一起的 同一个价值意识 所以呢 你个人的耳目 口鼻之欲 气之昏迷不足以避之 其实不会 不可能遮蔽你的良知 你的良知呢 因为是自天道而来 所以始终有一个声音 内在地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你不应该这样自私自闭 天所命者通缉于性 你个人的际遇 其实呢 是为了完成你的生命的本质 所以这些际遇呢 你不要管这际遇的吉凶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一个历程 让你去呈现生命的内涵 遇之吉凶不足以强制 不要说我现在命不好 我运气不好 我属于这个逆境 那我就自暴自弃了 其实呢 那都是你自己限制了自己 那些禁遇 就是让你呈现你生命的意义 的场景 的课题 所以要去突破它 不要碰到不好的命运 就自暴自弃 欲之吉凶不足以强制 自暴自弃是你自己自暴自弃 你应该要这个脾起精神 勇往直前克服困难 不免或避之强制者 未知学也 没有学儒家的道理 就会以为 我的人性是恶的 就会以为我命运是不好的 所以我可以伤害人 或者我可以不努力 那你就是没有学儒家的道理 章子也就是告诉我们儒家的道理 儒家的道理就是 不要受到命运的限制 也不要受到自己欲望的限制 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与天下人为一体 所以要爱护天下人 要立他要有福物的人生观 性同乎气之外 生命的意义呢 不是我们肉体而已 命行乎气之内 我们的遭遇呢 借由我们活着的生命的此刻的当下 去面对那个遭遇 然后呢把事情做优良的处置 获得良好的生活 气无内外 假有心而言而 气呢 没有生命之前 没有你个人的生命之前也有气 有你生命之后 又有气在里面 总之呢 它没有区分为内外 内外呢 只是就我们现在肉体的生命 暂时的这个生命来讲的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 其实跟天地万物都是一起 所以是一元 所以是一体 所以知人不可不知天 静静静然后能知一命 知天就是知什么呢 太虚无形气之本起 气不能不聚而为 万物不能不散入 散入无形 回到太虚 大家都是一体 既然大家都是一体的 每一个个体的角色扮演 都以立他为原子 这个尽性致命 知性知天 阴阳鬼神皆无分内耳 不就是聚散吗 甚至呢 不过就是生死 生死自在 所以阴阳鬼神 都是我的本分 这个鬼神又是 还是阴阳的意义 就生死的意义 都是我的本分 不管哪一个阶段 哪一个状态 我都要 天地万物为一体 然后立他 天良能本无良能 故为由我手上 明天人之本无二 所以前面不是讲吗 这个是天能 而不是人能 不是人能 不是说人没有天能 不是说人没有良知 而是说人受到人欲 的这个遮蔽而已 因为天道的良知良 跟我本身的良知良 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 只不过我自己 有我耳目口鼻的 个体存在的私欲限制 在这个有我所上 所以要追求无我 就是无私心 无私欲 天人本无二 天跟人的存在的意义 目的是一样 人不要自己限制了 自己 这是儒家的天道论的 价值立场 占依 弃之本 就是太虚无形的意思了 供取弃之欲 你形成了个别的生命 需要营生 需要吃这个喝那个 供取弃之欲 口腹于饮食 鼻舌于嗅味 皆供取之性 没有错 你需要这个东西 孟子已经讲 耳目口于信也 有命言 君子不畏信 你不把它当作 自己的根本的人性的本质 真正的根本的人性的本质是 仁义之心 命也有信 君子不畏命也 仁义之 你以为是你爸爸妈妈要求 你以为是国君要求 你的错了 它是我生命的本质 所以你不要认为 是被命令的 它是我的本质 那叫做天地之性 天德 天地之性 那么口腹饮食 鼻秀秀位 供取之性 后来张仔又有一个名词 叫做气质之性 所以有天地之性 有气质之性 就把人之物 所以为人的 暂时现象意义的存在的 营生的需求 气质之性 以及永恒的 天地万为一体的 生命的 永恒的意义的追求 天地之性 就把这个观念 就说得更清楚 智德者属厌而已 对于我的生命 营生的需求 的耳目口鼻的 需求的欲望呢 有道德的人 有哲学智慧的人 有天道的理解的人 在这一部分呢 就是够了就好了 属厌而已 不以事与累其心 不以小害当 莫上本 耳目口鼻有欲望 必须要满足 但是不要被他拖累 拖累的意思就是 满足够了 你还不够 还不满足 所以要更多 甚至要抢人家的 甚至会损人利己 为恶 那就是事与累其心 那就是以小害当 以莫上本 以小害大 就是孟子讲的 大体 小体 小体就是莫 大体是本 要追求天地之性 仁义离之 不要追求 这个气质之性 耳目口鼻 心能尽性 人能弘道 这个 性不知 简其心 非道 弘人也 这讲的是 人是 心是人的主宰 人是 主体性的 所以 人能够彰显 天命之性 天地之性 所以人能弘道 性不知 简其心 那个价值 那个个体存在的原理 是致敬无感 看你怎么用它 非道 弘人 不是有了人 人就一定能够顺天道 是人自己主动的顺天道 然后把天道的意思 价值意识彰显出来 当然你不去彰显 你也具备这个本性 但是你辜负了这个本性 所以不是你有这个本性 你就一定能够做到 而是你愿意主动去做 这个本性 才能够彰显 从而彰显了天道 人能弘道 非道 弘人 所以一个有德者 都是自己主动去创造出来 一个美好的社会 都是社会体制里面 有自觉的人 去承担 去推动 而把社会变得更好 这叫做人能弘道 天地万物就是这样 看人自己的作为 尽其性能尽人物之性 至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性 这样 落实就是践行 落实我的生命的价值 让天地万物 他人 别人 以及万物 正得利用后生 利用就是物 后生就是人 他人 都能够呈现他们生命的意义 尽其性尽人物之性 至于命者亦能尽 至人物之命 所以让其他的人 有更好的生活 这个命就是他们的良好的生活 莫不信诸道 命诸天 我的信用天道 作为目标 来实践 所以我来宏道 信诸道 用道的价值目标 来展现我的个体的生命 我的信 命诸天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跟天道原初的理想 是一致的 张仔的句子真的非常的跳跃 所以我们要善解读 我体悟未尝语 物体我知其不已 知一命然后能成体成物 不是其道 天地万物为一体 我绝对不自我设限 所以体悟未尝语 那物体我知其不已 就是人 别人受到我的照顾 而且信赖我的照顾 那么他能够很安心地 追求他的生活 这个时候这个我呢 在高位者 圣人 国君 长官 等等 照顾百姓 百姓受到照顾 他不怀疑 受到信任 获得信任 他也能够安心于他的生活 就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就能够成己成物 不施其道 自己的生命建立起来完整 天下人的生活也建立起来完整 这是儒者圣人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 信于人 无不善 本来就是有这个天能 天之良能 本无良能 本来就有这个无不善的本性 但是呢 看你懂不懂得善反 孟子说 仿施本心 本心每个人都有 但是你仿施了 那么就要怎么样 求仿心 求仿心就是善反 对善反预设了 生命本性的本质是善良的 好 但为什么会为恶呢 那本质是善良 为什么为恶呢 这叫宿诸宇宙论 宿诸器柄的存在 因为有了器具成形 有了耳目口必 攻取之欲 因为你如果不吃不喝 你就会死掉了 为了营生维系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要从外在世界 吸取这个资源 但这个资源的吸取 鼠叶而已 够了就好 不要过多 更不要抢别人 抢别人呢 又失去了生命的本性 因为人跟别人 跟天地万物是一体 你破坏了他们的存在 你就破坏了这个本性 所以要善反 过天地之话 不善反者也 你超过了 你拿了太多 就不懂得回到这个本质 这个本质就是 大家都过好生活 命于人无不正 顺其 细其顺与不顺而已 行显侥幸 不顺命 则也 逆境是你的命 这也不是不正 这个评鉴是你的命 这也不是不正 我们不能够因为评鉴 就杀人暴 我们不能够因为逆境 就为非作答 所以呢 就是看你顺不顺 你顺的这个逆境 顺的这个评鉴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最多就是 我没有办法服千万人之物 但是我努力工作 赚钱养活自己 养活我的家人 那这个能力有限 环境不好 条件受限制 那我就 顾好自己 跟自己的家庭 等到自己跟家庭都顾好了 这个环境也改变得更好了 那我就可以为天下人服务 所以我们要顺着这个逆境 顺着这个环境资源 匮乏的状态 而不要不顺 不顺是什么意思呢 不顺就是 那碰到逆境 我为非作答 那处于贫鉴呢 如果杀人放火 这就是不顺 处于贫鉴 杀人放火 就形险于侥幸 杀人放火 肯定自己会惹来杀神之祸 但是呢 只要不被逮到就好 所以怀抱着侥幸的心理 形险 这就是不顺命 所以不可以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 这个顺呢 因为顺境逆境阴阳变化 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 大家轮流会碰到的 但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体的 所以不能够损人 立己 所以碰到自己的逆境 我们就接受它就好 不可以损人立己 那就是不顺命 行而后有弃之之性 这个概念就在这里了 善满之天地之性存焉 弃之之性 君子有福幸者也 这是跟孟子所讲的 而孟口鼻 信也有命焉 君子不畏信也 君子有福幸者焉 那孟子讲的是耳目口鼻 章在这边比耳目口鼻 再多讲一些 就是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是什么呢 气质之性还包括你的习性 你的个性 你的IQ 你的EQ 这样 就是你的个性等等 你这些个性呢 是气柄来的 有些人气柄急躁 有些人气柄的沉静 这都是行而后 而有的个人的气柄的 个性的特殊性 当然佛教在这个地方 所讲的这个个人气柄的 个性的特殊性 叫做习性 是习惯所形成 长久持续累积作用 所形成 配合轮回的生命观 加上业力 所以习气的背后 其实就是业力 业力呢 是长久的形成 长久的形成 背后又是一个 轮回的生命观 但儒家没有这些观念 儒家基本上就认为 这个有命运的限制 这个有个性 它的背后就是气柄 至于气柄 老天爷有没有特定的目的 让你有好的气柄 还是不好的气柄呢 这个问题朱熹才回答 朱熹说 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 在上面讨分享 也就是造化是没有目的的 所以气柄好或不好 不是被刻意安排的 所以我们接受就好 聪明才是大者 服千万人之物 其次十百人之物 再其次服一己之物 永远都是服务的人生观 好 那气柄好 容易成圣 气柄不好 要艰辛 人一几十 人一几百 人一几千 这样的去努力 百倍千倍的努力 每个人都有天地之心 最后还是可以成圣 那儒家的理论就是这样 所以呢 气质之心不形成根本的限制 就是前面讲嘛 性通乎气之外 不形成根本的限制 你要顺就好 你要善反之 你的天地之心本来存在 就能够呈现 所以我们不因为自己的个性习性 然后呢 就停留在这个地方 作为为恶的合理化借口 所以性恶论呢 不是儒家的这个人性论的立场 君子有服性者焉 好 在功夫操作的过程当中 德不胜气 性命无弃 你的道德意识 你的天德良知 不能够克服耳目口鼻的欲望 发而不中结 那你的人性呢 就被束缚了 受到什么 气柄存在 营生需求 耳目口鼻之欲 的控制 性命无弃 受到气的 气质之心的控制 得胜其气呢 那就是你的天地之心 良知良能 充分的发挥 耳目口鼻的需要 满足了 足够了 就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践性 发挥我的身体 我的生命为天下人服务 这就是得胜以其气啊 然后呢 性命于德 好 气质之心 由天地之心来主导 穷礼尽性 则信天德 命天理 气质不可辨者 穷礼尽性 好好的理解 服务的人生观 追求 为天下人服务的 理想的目标 让我们的性命呢 符合天道 天德 天理 这样 气质不可辨 死生修妖而已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气柄里面呢 没有对我们善恶的根本限制 国义有限制就是对于寿命长短 死生修妖有一个这个气柄来的根本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儒家还是接受了一定的命定论 寿命的长短是有天使有命定的 但是虽然如此呢 生命还是要寻找出路 这个出路呢 就是不管死生 受邀 或者是贵贱 或者是贫富 甚至是美丑 要追求什么呢 信也有命焉君子不畏信 要追求什么呢 要追求人以理之 灭有信焉君子不畏命 那就是我的本性 所以找到了使命 找到了理想 就找到生命的出路 而不管生命本身在器柄上面的限制 这个限制呢 可能是这个贵贱贫富受邀的种种限制 修邀 就是受邀 所以 寿命长短是有限定的 张仔也是这样认为 孔子也是这样认为 朱熹也是这样认为 那他们并没有在这个地方有虚幻的想象 论死生是有命的 因为受到器的限制 好 讲富贵在天 言其敌意 我们借由追求使命感 然后呢 这个 充分发挥我们生命的价值 结果呢 或许得到富贵 得到富贵呢 是因为我们追求生命的理想 是天给的 但重点还是追求生命的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跟天道的价值意涵是合一的 其实说到这里富贵跟不富贵也就不重要 富贵与我如福云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与其道得之不除也 但是你追求富贵的方向 一定是要跟天道合一 绝对不可以是逆天违背天道的 好 是大德所以必受命 一简 礼得而成为乎天地之中也 大德必受命 儒家的理想 这个理想呢 中庸就讲了 故大德者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受 但是谈何容易啊 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做到的 所以大德必受命 作为儒家的理想 但儒家恐怕很难在宇宙论上 在历史哲学上建立命题 让大德必受命 所以大德必受命呢 最多是一个理想 大德应该要受命 因为大德受命了以后呢 百姓过好的日子 但大德没有受命 没有得权位 所以就像孔子一样 没有受命了 他不是天子 孟子也是 但却依然不失儒家 儒者所追求的理想 更不失儒者为天地万物定位的 天道存在的价值意识的目的 天道存在的价值意识的目的呢 就是心心向着 家国天下 这个百姓过良好的生活 这是天地万物存在的目的 但这个目的人能弘道非道弘然啊 需要人去追求 人去彰显 所以呢 理想上 圣人要受命 然后呢 再高位 大德者必得其位 这样的中庸的话 所以这必须当作儒家的这个理想 但这个理想呢 要在现实的打滚当中去实践 而现实的打滚呢 非常艰苦 他绝对不是 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 上至下于 习性相远 即胜 不可 变者也 这个命题 在成一就做了另外的处理 不是不可变 是不愿意变 是不肯 不是不能 那成一这样的处理呢 从理论的普遍性 跟抽象性而言呢 是比较彻底的 上至下于不移 不是不能移 是不肯移 这样子 那上至当然很好啊 不会移 下于呢 人依几十啊 人依几百 人时几千啊 总之是百倍的努力 你一样可以成为圣人 只不过这个圣人 我们也必须要加一个诞书 这个诞书就是王阳明的 那个橙色分量说的理论 你能力不强没关系 你所有的行为呢 都是利他的 不损人利己的 你就是纯金 你就是圣人 可以作为周围的人的典范 所以呢 匹夫匹夫也可以是圣人 他不为恶 他能力仅止于此 那么他照顾自己 照顾周围的人 绝不伤人 绝不损人利己 那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没有哪一个人 不能成为圣人 只是你不肯为而以 好 先恶必除 善思成性 常恶未尽 虽善必粗 在为社会职场服务工作的过程当中 私欲会跑出来 私欲呢 就会损人利己 这种私欲要把它除掉 然后呢 我们的本性呢 才能够完全彰显而为一个善人 所以要常常反思自己 在为社会服务当中内心的私欲 私欲跑出来很正常 但是要盯着它 不要让它作用 否则呢 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私欲跑出来 所以你的行为呢 虚伪 造假 进两步退三步 进三步退两步 会有这样的一种 这个令人觉得很遗憾的 这个情况发生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讲这个张载正蒙的大新篇 这篇文章 这里基本上都是功夫论的 大齐心体天下之物 就是前面讲的 张载借由气化宇宙论 建立了一切都是石油 并且呢 天地万物是一体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呢 来自于太虚 所以跟万物跟其他的人 都是整体 所以要能体天下之物 全部当作自己 物有位一体 则心为有外 就是把 别人当作别人 把万物呢 不好好的利用 甚至滥用 破坏环境 世人之心呢 指于文件之辖 只靠感官知觉看到 没有靠天德良知 来认识终极的意义 圣人却尽兴 不以见闻酷其心 不会只以感官知觉的文件之之 限制了我们行为的方向 意义 是天下 无一物 非我 因为气化宇宙论 大话流行 大家都是 一体的 孟子为尽心则知性之天 以此 天大无外 有外之心 不足以和天心 人要跟天和 因为人本来就来自于天 天包天地万物 没有在他之外 所以对于人而言呢 没有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天地人万物 所以通通要关心 浑然与万物为一体 见闻之之 物交之之 非德性所知 只以我们身体的耳目 口鼻的需求 感官知觉来认识的知识 没有找到处置的价值方向 这只是 这个有限的知识 非德性所知 德性所知 不蒙于见闻 不受感官知觉的认识的限制 而是什么呢 通乎天地万物一体 也就是要关心天下人 然后呢 建立家国天下 大心 耳目为信 和内外之德呢 知其为启之之耀月 就借由我们的耳目 来实践 关心天下人 天下事物 的这个理想 虽然呢 这个为了营生 我们需要饮食 但是呢 不要生命的目的 只限制于自己的饮食 甚至追求更多的享乐 而随人力 那样就为信蕾了 因为气质之性呢 这个也是需要照顾 但是不要受到他的拖累 要天地之性 要关心天下人 要利他 要有服务的人生观 成无生者 天之神也 所以我们 要建立真正的生命 要以天地为我们生命 的本质 的整体的场域 不要限制在 个体的 形体之内 不只以性成生 而自为因生发至 贪天功为己利 无不知其志也 这在骂佛教 佛教的 为世学的理论 天地万物 是感官之觉 幻化所成 这叫做 因生发至 贪天功为己利 名和而至哉 这样子 怎么算是有智慧呢 因物 同意相形 万变相感 耳目内外之河 贪天功而自为己之耳 那为世学就是把天地万物 视为意识所变现 那不只是 这个个体的意识所变现 天地万物呢 是这个佛放光而有的 在这个意义下建立了 佛教的世界观 佛教的宇宙论 先不做这个如佛辩真 那总之这是从儒家的眼光 来看的 佛教的世界观 那张载的立场就是 这样就 看得太小了 好 化则无 成心望 然后可以尽于道 就不要有成心 不要有成见 就不要有有我之思 做事情呢 为了大众的利益 尽于道 成心则思义也 所以思义要望 成心要望 不要有有我之思 化则无成心 成心意志为余 化呢 就是服务 让公众的事业完成 那么就没有思心 思心就是思义 无成心 始终而已 所以做事情呢 都恰到好处 好 佛教 世事 不知天命 以心法 起灭天地 就是 天地万物 是幻化的 为世所变现 这叫做以心法 起灭天地 以小元大 用个人的身体呢 说天地万物都是 我的身体所发现的 那对张载而言 儒家呢 是 人跟天地万物是一体 人得自于天 所以用天来看身 而不是用身来看天地万物 以莫原本 其不能穷而为之幻望 因为把天地万物看作 自己的感官知觉的 幻化的变现 所以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以后就说 天地万物是虚幻的 是自己构想出来的 真所谓宜宾 夏虫不可语言宾也 夏天的虫呢 没有经历过冬天 不知道什么叫做宾 这样的 所以就是 你用了太小的工具 去看太大的东西 所以对大东西就看不清楚 好 这是张载的豪气 对于佛教的世界观 的批评 这个批评的背景是 惊认现实世界的宇宙论的立场 事实妄议天性 不知范为天用 百六根之为因缘天地 眼耳鼻舌生意 然后呢色身相畏触法 根成事 根成静 这样 说天地万物 智慧不能够通透 名不能静 乌天地日月为幻 望 必其用于一生之小 逆其至于虚空之大 所以于大于小 留顿失踪啊 这是对维士学理论的批评 即过于大也 成戒六合 因为个人的感官知觉 能够幻化出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呢 收起来就一粒沙子 这样子 所以成戒六合 一粒小小的沙子呢 可以包含天地万物六合 上下四方宇宙等等 所以就是过于大 另外呢 又说弊于小 这么大的天地万物 你佛教今天说是虚幻梦幻人士 这又是把大的看小了 这弊于小 未知穷理可乎啊 不认同佛教的立场 请注意 在儒学史上 借由宇宙论行创学的命题 跟佛学做辩论的 就是张宰 然后是朱熹 路向山跟王阳明呢 走不出这条路 当然 张宰跟朱熹走的这条路 其实也没有办法成功 这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 方法论的问题 在这里 之前的课堂上说了很多 我在这里就不细讲 但是呢 能够从宇宙论的进入去 跟佛教的世界观 做一个理论的对抗 这是真正有儒家 哲学家 性格的学者 才做得到 这个性格呢 张宰有 朱熹有 王传山有 雄实力也有 只是我要讲 都无法成功 好 但是我又要强调 这是哲学的 进路 那其他呢 不是走这条进路 好 名不能尽 乌天地日月为幻化 必其用于一生之小 逆其至于虚风之大 与大与小 留顿失踪啊 成界六合 梦幻人世 不知穷里而未尽兴 可乎啊 所以这样子的生命呢 这个没有意义的 那这个进性 佛教进性 佛教新性论做得很好 劳斯光先生就说 佛教新性论做得很好 但是劳斯光先生 以建设性的文化肯定论 认为佛教哲学呢 不是文化肯定论 在这个意义上呢 不是哲学应该追求的目标 所以佛教固然有 这个新性论做得很好 但是呢 文化的这个方向呢 是否定的方向 所以也不是正确的道路 好 为其无不知可乎啊 所以就否定佛教的世界观的立场 成界六合 为天地为有穷 梦幻人世 明不能救所从 这都是对佛教的这个批评 我认为这样批评是很有气魄的 是真的儒家的学者 做了自己的价值立场 以及世界观的立场的宣断 而勇敢地提出批判 这是一个哲学的批评 哲学的讨论 那能不能成功呢 是知识论的问题 从知识论的角度呢 我认为不能成功 理由是什么呢 现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以前的课堂上已经说了很多了 以中国哲学真理观的问题 那多说一句好了 简单来说就是 宇宙论是主体的功夫实践去开发发现的 宇宙奥秘无穷 灯在那里 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修炼 你可以知道 或者你借由科学知识 你也有可能这个查知道 那现在人类的科学还没有办法 还没有去证实 这个时候的灵魂 或者公开的证实 或者呢 还没有公开的 这个说明这个世界 种种不同的世界 但是有很多观念 也好像也越来越逼近了 不过毕竟还没有形成大家的尝试 所以我们就搁置 但是佛教的世界观的获得 道教的世界观的获得 是透过修行者 个人的主体的修炼 修行实践 提升感官能力 而感知到 而作为一种经验的内涵 而将其做知识意义的言说 而有那样的世界观 因着有那样的世界观 反过来就经验现实世界 有限的这一生的人生呢 它的意义的定位就有所不同 就这样 好 我们接着看张仔的文句 可遇之为善 这是孟子的话 智人则无恶也 这个励志也是孟子的意思 成善于心 之为信 就是真正的做到 充内行外之为美 就是把孟子的有一段话 做了一个再解释 再阐释 很类似孟子的话 似乎天地之为大 大能诚信之为圣 天地同流 阴阳不测 之为神 这个讲善 讲无恶 讲信 讲美 讲大 讲圣 讲圣 然后讲神 这上面做了很多这些文本的解释 哲学上的意涵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就跳过 我们看到志刚篇 这也是做了一些文本的解释 就给它跳过 作者篇也是做一些 这个先进途学相关的这个文本解释 三十篇也是 有德篇也是 那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就不做这些文本解释的再解读 重点要看张仔的哲学创作 所以我们看最后几篇 大一篇 还有这个前程篇 大一不言有 言有无诛子之漏 那大一言什么呢 有 实有 永恒的有 只不过是无形 无形还是实有 就这样子 那谁在言有无呢 老子在言有无 这个佛教在言幻化 也是在言有 这再讲制度 我们看最后一篇前程篇 前程篇一开始就是这个西民 那么这个西民呢 这里刚好没有武道 好像有点可惜 下次再补好了 前程父鲲成母 与之秒焉 浑然中处 天地之色无其体 天地之帅无其性 名无同胞 物无一业 大君者无父母宗子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 尊高年 所以长其长 此孤若 所以幼 无幼 圣其何得 贤其秀 凡天下 毗龙残疾 穷独 观寡 皆无兄弟之 颠怜而无告者 于时保之 之意也 乐且不忧 存乎孝者也 为曰贝得 害人曰贼 饥饿者不财 其渐行为孝者也 知化则 善术其事 穷神则善 既其智 不贵乌漏为无填 存心养性为北 谢 恶之久 虫伯子之 故养 欲英才 饮风人之席泪 不耻劳而抵御 顺其功也 无手逃而带风 生生其功也 提其兽而归全身孤 勇于虫而顺令者 勃其 富贵福泽 将后无之生也 贫贱忧 拥育辱于成 存无顺势 莫无名也 好 这是全证面一开始 就是这个西宁 西宁在 我们台湾学生年轻的时候 在我年轻的时候 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 就读过这篇文章 好 所以后来被 从这个正能 独立 抽出来 那我们现在继续看 签诚篇的其他的文字 凡可状 皆有 就是太虚 无形 聚而成形 成为天地万物 凡有皆相 就是有形体 就是你可以看得见 凡相 看得见的呢 都是气聚成形 但是气 太虚无形 气是本体 所以气 之性 本虚而神 就是他是看不见的 可是他能够聚而有神 神妙造化的作用 神与性 气所故有 所以太虚之气 就是一个实有 而且呢 它会形成万物 而且呢 它会有种种的作用 气所故有 鬼神 所以体悟而不可离呀 那这个作用呢 其实就是有无影险 浮沉 升降 动静 那所以就是阴阳 讲鬼神 讲的只是阴阳的意思 体悟不可离 天地万物 都有阴阳的作用 也就是气的作用 所以都有鬼神 但这个鬼神 却不是宗教民俗裔的鬼神 制成天性 不惜天命 天道就是这样 制成不惜 成就是不间断 不惜就是不间断 单纯的善意 那人效法天道 人能制成 则信尽 而神可穷以 就是你个人的生命的意义 才能够完全的彰显 尽心尽信 这样子 然后呢 对于家国天下的 治理天下的效用呢 才能够落实 神可穷 不惜持续不间断 命行而化可知以 就是要持续不间断 你个人的生命的 这个样态 历程 命运 才能够走出一个 康庄大道 可以预期 所以 学习就是学做人 学做人呢 就是把人生做好 把人生做好呢 就是把我们的生活世界 顾好 把家国天下顾好 最终就是治国平天下 天下大致 天下太平 就是化 所以 学习呢 就是要学做人 学到 治理天下 天下太平 没有做到这点 不是真德啊 这是儒家的理想 儒家的气魄 跟儒家的价值立场 完全一致 由虚实通为一物者 而 信 从此就知道 你不要看 人死了 你不要看 花草树木 这个枯萎了 凋谢了 那总之呢 他还会再回来 但再回 只是再回来以后 并没有那个灵魂的 未格同一性 但是无论如何呢 现象世界呢 都是有意义的 有目的 有价值的 所以你要 这个 不要因为会死掉 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错 因为他还会在 这个成为人 成为别的人 成为天地万物的国外 人跟天地万物 只是有无的形象的差别 刻感刻心而已 人跟天地万物 跟天道 跟太虚无形 都是一体 都是永恒存在的 都是有意义的 有目的 所以通合为一 不能够理解这一点 不是尽性者 所以呢 力气要用在 创造天下人 美好的生活上 饮食男女皆信 也是无可灭 维持营生 所以呢 我们要保持活着的时候的这个生命去治国 平天下 所以呢 无可灭 就不要灭人性 不要灭人性的意思 其实指的是佛教的 这一个修行 认为佛教的修行是 去人欲 但是不存天理 这样子 当然这个理解是不准确的 因为不了解佛教的世界观 但这是儒家的眼中的佛教 就是光去人意 泯灭人性 但对于儒者而言呢 人活着 传宗接代 然后呢 饮食男女 然后家国天下 然后呢 这社会 不断的好下去 认为这就是天道存在的目的 好 有无无皆信 世起无对呀 这个 有无的变化的过程 山河大地 鸟兽丛鱼 生长变化的过程 都是天道的自然的展现 有有就会有无 但有无以后又会变成有 好 但结果呢 庄子的神仙 老子的根本无 佛教的幻化 都在那边乱讲 他们讲的不是真理 就这样 这是张宰的儒家的立场 好 最后两段话 就是一个三教辩证的立场 那这个立场前面 也都意思已经呈现过了 浮屠名鬼 有事之死 受生循环 这就是轮回观 所以张宰在这里呢 明确的立场 否定 这一个宇宙论的 佛教知识立场 所以否定轮回观 佛教因为有轮回观 所以厌苦 求免 觉得活着 承担责任 非常辛苦 就想要 免除 然后入灭 可谓知鬼乎啊 张宰的意思就是 根本没有那个死后 不灭的鬼 以后再投胎 那样子 所以呢 你也不必要去 求 辱灭 疾灭 不凡 涅槃 也不必去求 那个东西 因为你们有这个立场 所以人身为妄见 这就是不了解 人的生命意义 天跟人都是一样的 都是气 扎生 取舍 在这里生取舍呢 就不了解天 这样子 孔梦所谓天 比所谓道 或者指游魂 为变 为轮回 为之私隐 精气为物 游魂为变 这是异传里面的 命题 那这个命题呢 张宰认为 它并没有一个 轮回的生命观 游魂了以后 魂也会散掉 散入无形呢 以后再出来 可能是红萝卜 可能是兔子 可能是花草树木 鸟兽 从与 所以人跟天地 万物一体 人跟别人也是一体 儒家看世界 生命就这样 简单 明了 清清楚楚 好 大学 当先知天德 知天德 则知圣人 不知道大学 还是夫学 我再看一看 好吧 大学 先知天德 知天德 则知圣人 知鬼神 那圣人要干嘛呢 就尽到于其间 有无影险而不累 就是活着时候 好好地鞠躬尽瘁 死而后 死了以后呢 回归大自然 大造化 天道 太虚无形之间 所以人跟天地万物是一体的 这才是儒家的看鬼神 所以其实没有死后不死的灵魂的那种意义的鬼神 佛教呢 即论要归 必为生死 转留 非得道不免 为之悟道可乎 佛教的得道者 这个 那个 佛教的得道者呢 那么的见识 看到的就是生命的轮回 悟则有意 那张哉认为 这并不是正确的理解 张哉可以这样说 因为他建立了企划理宙论 建立了企划理宙论两个重点 第一 散入无形 还是实有 第一个重点 实有 所以不是根本无 也不是幻化 第二呢 必聚也必散 所以不会有永恒的死后生命 要理解这一点 有意有命 就活着的时候 有情有意 中小人爱心意和平 一连主四为八等 君死生 依天人 死跟生没有什么差别 大家都是一体的 人跟天没有差别 大家都是气化一体的 你只要知道 昼夜 甚至你要知道 生死 你要通 阴阳 在活着的时候呢 努力进道其间 佛教的思想 赤穿中国以后 赤穿中国以后 儒者呢 对于孔孟 圣学之道 没有搞清楚 就用了很多佛教的东西 以为迎娶 轮序 其间 只为大道 其俗 达至天下 结果呢 这个 善恶 用佛教的立场来 理解 至于 男女 脏祸 人人 助兴 大家都学习 佛教的东西 因才 奸弃 生则 逆耳目 填席之事 长则 施 适如 综上之言 所以 明然 劈躯 就通通被人家 引走了 用佛教的想法 佛教会认为 本来 唯物何处 惹尘埃 所以呢 这个 因为圣人 可不修而至 那 禅宗就会有 这样的 讲法 那指得 心平和劳 持戒 所以 你只要不执着 当下就是 开悟的状态 然后被理解为 不修而至 大道可 不学而至 为是圣人 之心 以为不必 求其机 未见君子之志 以为不必 视其文 这样子呢 就什么事情都不必做了 因为禅宗就是 这个 什么事情都不必做 好像是这样 那当然 这是错误的理解 好 指人伦 所以不查 术物 所以不明 至 治理天下的事情 被忽略了 道德教化呢 被混乱了 那这种异端的言论呢 大家呢 口耳相传 上 在上位者 无礼以防其位 行动虚伪 在下位的百姓 人民呢 下午学以七起弊 不好好学 所以呢 有很多弊端呢 就重生 自古以来 彼因邪顿之词啊 习然并兴 依出于服事之门者 千五百年 张采在这个地方 就把所有的罪过都 归咎给佛教了 我常常讲啊 就是 现实世界的不当 你如果要批评 就直接批评人病 不要批评法病 否则呢 王阳明也把他的同时代的人呢 读书考上了 秀才举人尽事 但是不思为天下人服务的弊端 归咎给朱熹这样 那 代政呢 也把清朝呢 大清王朝 就政治腐败呢 归咎给这些 宋明儒学家 王阳明也被骂了 这样子 好像连孟子也骂了 只有孔子不敢骂而已 咦 这都是把人病 归咎于法病 这是儒门内部 那张宰这里呢 是归咎于另外一个学派 已经1500年了 非自独立不拒 经一自信 有大过人之财 何以正立其间 与之教是非 记得失 如学史上 干这种事情的 第一张宰 第二呢 朱熹没有这么用力 朱熹理论更清楚 第二非常用力的呢 王传三 第三非常用力的呢 雄实力 第四非常用力的呢 某中山 这四位都非常非常的用力 在干这件事情 精一自信 大过人之财 指的是谁呢 当然就张载他自己 独立不拒 精一自信 大过人之财 正立其间 与之教是非 记得失 所以也是相当有气魄的 敢于提出 这个挑战性的 情上学的理论 宇宙论的理论 那么实际上 在这个意义上呢 阳明心学 这个象山心学呢 没有这种 跟佛教 强烈攻防的 宇宙论的 这个理论的 冲撞 没有这样的东西 好 下面一段也是 世事与实际啊 乃之道者 所谓成也 天得也 其与道实际 这以人生为幻望 以有为为罪有 以世界为映拙 所以燕而不燕 所以依而服存 国教 原始国教是这样的 这个生命呢 所有的经历 根本上就是苦啊 所以呢 种种的苦 苦即灭道 四圣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盘即尽 有肉皆苦 所以 这是佛教的立场 原始佛教的立场 是这样 没有错 好 那 儒家当然反对 这样的立场 好 就此得知乃 诚而物明 哲语 这个 用了这样的立场的话 那么就会厌恶 这个人生的建设 所以老子 说不是建设性的文化肯定论 儒者则因明至成 因成至你 故天人可疑 所以呢 会肯定经验现实世界 肯定家国天下 智学而可以成圣 得天而为始宜人 所以儒家的圣人呢 就是照顾百姓 去人意以后 还要明天理 去自己的私欲 然后呢 还要创造社会的福祉 所以呢 得天为始宜人 亦所谓不移 不留 不过者也 好 这个方多美先生 就在这个地方说 后来中国的大圣佛教 走的 菩萨道的精神呢 就是中国的佛教 就是儒家的这种精神 所以在一个意义上 把儒家的服务的人生观 跟大圣佛教的菩萨道呢 而这个理论的方向上 构合为一 所以认为中国的大圣佛教呢 其实就是中国的佛教 而不是印度的佛教 因为印度的佛教 就是原始佛教 就是以生命为苦 所以要入涅槃的这个方向 所以把大圣佛教 归为中国的大圣佛教 那我也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因为呢 这个 中国的大圣佛教 的大圣佛教的经典 还是梵文翻译过来 所以这些思想呢 在佛教里面本来就有了 所以并不是中国的大圣佛教 而是 也不要说是印度大圣佛教 反正就是大圣佛教 大圣佛教的这个菩萨道的精神呢 跟儒家服务的人生观 就是观心现实世界 但是最终的归去呢 大圣佛教还是彼岸 而儒家呢 就死而一了百了 就是留在天地之间 一个气节 那这个思想呢 也非常好 佛教的思想呢 也非常好 谁更好呢 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好胜心而止 你有本事理解 有本事感知 那你就会接受 什么样的知识世界 如此而已 彼于虽四世 观其发本要归 与无如二本书归 所以张宅摆明了 二本书归 所以不是这个 方多美先生所认为的 这个殊途同归 大圣佛教就是中国的 所以方多美先生呢 也蛮批评 寿命理学家的 因为寿命理学家呢 就像张宅讲的 与如二本而书归以啊 方多美先生认为 佛教大圣佛教是中国的 寿命理学家呢 学了佛教又来批评佛教 因为他是肯定佛教 所以方多美呢 不是当代新佛教 当代新佛教还比较贴切 道一而已 此事则比非 此非则比是 就是不可并立 异端 一定要求个是非 不当同日而已 所以如者必须 必定要变个 如佛 的优劣 对佛教呢 其言留顿失守 穷大 则赢 推行则比 秩序则歇 求之一卷之中 此必数数有之 这话都说得很重 对于这个冲突呢 就是表面的冲突 已经撕裂了 实在是难以和解 大岁之 昼夜阴阳 则能知性命 但是呢 这是儒家的观点 儒家的立场 才能够真知性命 能知性命 能知圣人 知鬼神 佛教呢 比喻直语 太虚 不以昼夜阴阳 累其心 这是未始建议 他们什么都 幻化 什么都舍离 什么都最后入涅槃 未始建议 则虽欲免 阴阳昼夜之累 莫有也已 结果佛教的修行 也不可能真的免除 人事的承担 人事的责任 一经都没有搞清楚 怎么能够谈真理呢 真理搞不清楚 不要谈鬼神 就是乱谈 所以实际 彼徒能语之 而未始心结也 佛教说到这个题目 但是呢 内涵呢 说的都不对 这部分就是 骂佛教的 批评佛教 但谈不上理论的辩论 这是一个立场的 这个申诉 但因着这个立场的申诉 能够更清楚 这个儒家的世界观 以及他的价值立场 或者他行上学 存有论的立场 就是一个经验现实世界 肯定为时有的 存有论行上学的立场 那是张载的立场 这个立场 朱熙所继承 这个立场 王传山所继承 这个立场 雄实力所继承 这个立场 摩东山所继承 但后来摩东山走的路 比较是王阳明新学的路 就这个 比较不是 这个王传山 张载这种 企划宇宙论 对于 我叫做 宇宙论的 冲撞辩论 的这种思路了 好 那就是另外一个 大题目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今天 关于这个 张载正宏的部分呢 这个我就挑重点 做了文本的解读 那各位选课的同学 那么针对这些 文本解读 以及我的 另外的 两篇文章 在我的 网站上的 两篇文章 属于 这个学术论文的 儒家哲学的 张载的 两篇文章 张轻居思想中的 卢道博存有论的差异 张载哲学体系的 基本问题 诠释进入 请大家也可以做一个 事先的阅读 然后我们下次 上课的时候 来做讨论 那我这边再简单介绍一下 在文章里面 写的张载的哲学 这有几个重要核心概念 一个是太 是太虚 一个是神话 讲道体的抽象作用 以及圣人的作用 至于鬼神呢 它是阴阳作用力 而不是宗教义 民俗义的鬼神 所以没有畏格性 天呢 也不是作为作福的天 而是天道的作用 然后呢 在人性论上呢 就区分了天地之性 和这个气质之性 所以 善反之 天地之性 成烟呢 就提供了功夫论 作为这个 理论命题的 人性论的基础 好了 那么在这个意义下呢 这个宇宙论 章才建立了阴阳往来 而且没有鬼神存在的 企划宇宙论 在价值意识的本体论上呢 这个以成概念 作为价值意识 那其实这边讲的应该是 存有论 就是天地万物的存在 是始有不虚的 但作用神妙的 这种存有论的 这个立场 好 存有论跟本体论 我个人的使用呢 后来就做了一个区别 就是谈价值意识 是本体论 但是谈这种有无 谈概念范畴的是存有论 那这两种哲学问题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们通常在讲 形上学的时候呢 价值意识的问题 以及这个最高概念范畴的 定义的问题 比如说道是什么 理是什么 气是什么 这两种问题 我们都放在 形上学的讨论里面 好 那一类是概念范畴的存有论 就朱西坦 理气天道 这些 一类呢 是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就是人与理智 成善 无为 逍遥 是道家的立场 波忍 国教的智慧 等等 这是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那我当时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比较早一点 所以我当时就没有 没有像后来的划分 这么细节 所以本体论的这个命题 其实是一种存有论的命题 对于概念范畴的特征的界定 但是就形上学概念的是 使用呢 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概念范畴的存有论 跟经验限制世界的宇宙论呢 都是属于形上学讨论的课题 好 然后张仔有功夫论 就前面讲 大气心能体天下之物 然后要无我 然后因为有天地之性 有气之之性 善反之天地之性存焉 这是张仔的功夫论 那张仔讲了很多的圣人呢 对圣人常常讲圣不可知 那圣人要大大为天的 跟天道的价值意识一致 那这是圣人的境界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张仔有非常完整的 宇宙论 本体论 功夫论 境界论的理论建构 所以是一个完整的 儒家哲学体系的建构者 是一个大的哲学家 至于后来 陈浩是一个境界功夫的展现 陈宜呢 更多的是 性善论的人性论的发挥 就是孟子性善论的人性论的发挥 这个发挥呢 在张仔的天地之性 气质之性 气柄的概念的脉络下 做了更多的理论的细节的完备 以及 陈宜呢 做了什么呢 做了这个 藉由大学文本诠释 谈下学上达 先知后行 的这种功夫 次第的理论 而这一部分呢 这两部分 都被朱熹继承 这样子 好 最后批判道佛的这个理论建构 那就三个脉络 第一批评老子 根本无 有声音 第二批评庄子 认为死后有神仙 那是不可能 因为死后呢 还是会散掉 第三批评佛教 山河大地是虚妄的 然后用个人的意识呢 去说天地万物 佛医师学的理论 那张仔呢 是对这 当然是直接否定 好 如是道三教辩证的问题呢 要去谈中国哲学的真理观 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也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新的问题 应该是中国哲学 最前沿的问题 所以我们自己 中国哲学的学者 应该要 这个在理论的讨论上 来面对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让优秀的 传统中国哲学 各家都能够 并立 并且能够 站上舞台 呈显各自的 姿态 而不要再陷入过去 三教辩证 你死我活的 这种否定对方的理论 冲突的窘境 我们要走出 那个三教辩证的冲突 所以呢 如学 环其如学的 本位 真相 看到它的价值功能 然后去操作 去实践它 但是它有些话说 过头的部分呢 那我们要把它按一下 这样 如是道三家都应该 这样子来处理 那这里头有比较 多的 这个细节的 方法论的问题 那我这里就不展开 那我在另外的 这个讨论上 也有文章 那么也有很多的 这个视频的介绍 那这部分就暂时 在这里不展开 好 对于张宅正文介绍的部分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